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我是吐槽大会节目组的一名编剧 也是一名球迷 然后这次上吐槽大会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时导演组还问我说 一名编剧 你有什么资格吐槽国主 然后我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时和现场一样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池子没来 我来了 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池子跟国主还是挺像的 对 池子学习非常差 然后他每次考试考不好 他都会振振有词 这次考试 理论上我能考一百分 但刚拿到试卷打开试卷 看了一下试体发现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0比0逼平了这张试卷 拿了零分 最后跟大家诚恳地道歉 对 事后老师也高度表扬了池子 说池子这次虽然没有拿分 但是他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 对吧 他敢于答题 他还在考试过程中写了个解字 创造了好几次得分的机会 他不是没有实力 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张绍刚老师 张绍刚老师真的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对 我其实个人 我是很尊敬张老师的 因为作为一名老师 他就像蜡烛一样 燃烧了自己 烫伤了别人 对 黄建祥老师跟张老师就不一样 黄建祥老师当年在央视的时候 他燃烧的是激情 烫伤的是自己 MISS 一个身价上亿的主播 听说当年特别喜欢海 所以报考了海南大学 MISS 跟你介绍一下 我叫梁海元 对 本来想跟范冰冰表白的 只来了电竞范冰冰还可以了 对 现在电竞真的非常火 连张老师他们传媒大学 都要开电竞专业了 那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电竞专业 不是教你打游戏的 是培养为电竞服务的人才 为电竞服务的人才是什么概念吗 大概就是由张绍刚亲自教你 怎么开网吧 做网管 卖泡面 顺便再烫伤你 对 林丹大哥 是我最喜欢的一位羽毛球运动员 然后他身上听说有很多的纹身 然后其中有一个在脖子后面这里 纹了两个字母 LD 然后今天他来到节目组 然后李大姨看到这个纹身 这次我们吐槽大会的主角是冯萧亭 大家不知道我们这次请到冯萧亭过来真的很不容易 当时我们给他介绍节目 吐槽大会非常厉害的 吐槽大会在我们行业的地位相当于我们行业的世界杯 然后他一听世界杯啊 那我肯定去不了 然后我们就耐心地给他解释 我们说这个世界杯啊不需要踢足球 你不需要硬做一些你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那个世界杯也不需要我踢足球 真的每一次国足输球 大家都会在网上骂说 谁该上谁不该上 其实啊国足的教练选人是很公平的 行就上 不行的话就从不行的人里面 选11个人上 虽然冯萧亭这次没有进世界杯 但是他痛定思痛 他已经为下一间世界杯做好了准备 他买了一个超大的电视 准备到时好好观看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迷恋电视 最好还是去俄罗斯现场观看世界杯 这样我们也能够为你高兴 冯萧亭世界杯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他出现在了世界杯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作为一名不争气的球迷 国足的下一场比赛 我还是会忍不住关注 我也衷心地希望冯萧亭和国足 真的越提越好 因为作为一名编剧 工作真的很累 我真的不想再写你们的段子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亚元 谢谢 好 谢谢大家